接上个视频的内容 今天继续分享这个包包的做法 我们先来起第一个角 就这一个 直接把条子这样 掰上来 掰上来之后 看这个条子 夹子左边的条 夹子左边的条这里是压二 我们就是要把两边的条合起来 怎么合 就是用压二条二的方式 这里是压二 那接下来就是条二 压二 挑二 压二 好这样就合起来一根了 这个夹子松了 第二根 就是夹子左边的第二根 这里是挑了一根 上面呢都是压二条二 如果它挑了一根 就给柄过来一根 过来就再挑一根 这样再挑一根 就是挑了两根 然后压二 挑二 压二 挑二 挑一 第三根 第三根这里是挑了两根 挑完 接下来就是压两根 然后挑两根 压两根 挑两根 好第三根 走好 第四根 第四根就是这里压了一根 要压就两根 所以再屏过来一根 现在就两根了 然后 挑二 压二 挑二 压二 挑一 好弄几根的话 拉一拉 不要让它有缝隙 调整一下 手捏不下 我们就用夹子 给它固定住 不然它会散开 夹子多准备一些 这里呢是四根一个循环 后面的就是重复这四根 大家自己把它屏过来 一直把它屏到这个夹子 不看循环也行 你直接观察它前面啊 看 这里如果是压二 接下来就挑二 如果是挑一 接下来就再挑一根压二 如果是挑二 接下来就压二 如果是压一 接下来就再压一根 挑二 好自己把它屏过来 两边的条全部合拢后 第一个脚 旗号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这样 转一下 起第二个脚 第二个脚就找到 长方形对应着的 第二个顶点 那这是第一个顶点 旗号啦 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顶点 那就来起这个 把条这样掰上去 好这个夹子 依旧是把夹子 左右两边的条合拢 其实都是一样的 起脚啊 看夹子左边第一根 这里是压二 那接下来就 挑二 压二 挑二 压二 因为这里的条都捏不下 你可以先做一半 停止 下一根 这里是挑一 挑的不够 那过来再挑一根 然后压二 挑二 压二 挑二 压一 再下一根 这里是挑二 接下来就压二 调 压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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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根 这里是压一 压的不够一根 那过来再压一根 然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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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一 看一下啊 这是第一个脚 第二个脚 里面长方形对于底面 这就是第三个 好 找到第三个 这样撞好了 摆过来 然后把两边的条合起来 合的方法就看前面的 大家自己去做 第三个脚 起好后是这样 接下来 第四个脚 第四个脚 我们可以看外面了啊 它的底部就是一个长方形 看 第四个底面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夹子 虽然松掉了 但是就是它对着的地方 找到这个夹子 然后 把夹子左右两边的条合起来 第四个脚呢 和第二个一模一样 大家自己去起 第四个脚 起好后 底部就已经出来了 就是这样一个长方形 接下来呢 是编包身 包身 它这个条是高高低低的 我们就随意找一个低处 往高处编进行啊 包身全部都是压压条 看 都是压两根 调两根 压两根 调两根 这样编上去 好 编到一定高度 你就停下来 然后再往低的地方拿条 然后又是压两根 调两根 这样编上来 好 编到一定高度停下来 然后我们就转着 总是往低处拿条 往高处编就可以了 最后编到想要的位置 停下来 注意编的时候 编一块 调整一下 因为它比较松 编一块三四根 三四根这样拉一下 不要一根直接拉 一根直接拉 会把它拉出去的 三四根 三四根 这样 编编编 编编拉 往上编到想要高度 要把它调平 比如说我想要的高度 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下一根 这样编到这个地方 和它一样高 这样比着 一样高 然后这个交叉点 一样高的时候 就停下来 然后再下一根 好 再下一根 然后这个交叉点 一样齐的时候 就停下来 这几根就在一条线上 要全部把它调整到一条线上 看就下一根 如果是高的地方 你就把它拆了 这样子 然后给它再一条线 隔一小段 用夹子固定一下 这几根就是一条线 的高度 如果我们想编的话 这里还是 你看啊 压一下条 还是可以继续编的 这样继续编 这样继续编的话 就永远高高低低的 永远调不平了 所以你停下来 不编就行了 高的就这样 你齐抽掉 让它再一条线上 这个高度呢 是大概27厘米左右 我的是27厘米 大家看自己需要的情况 还一整圈的 把它调整在一个高度 一整圈的都调整到一个高度后 我们来收头子 收头子呢 大家看 它是有里外两层条 外面一层 里面一层 无论它的这个方向如何啊 我们都是外面一层 里面一层条 然后我们随意一根开始 来收这个头子 把里面的 里面这层的 随意一根 拿起来 这样子 给它挑一根啊 这样是一根 看 挑一根出来 然后拉一拉 这样反过来 从这里 穿下去 好 这样子收啊 然后再下一根 按照顺序来 下一根 给它挑一根出来 里面那一层的啊 挑一根 出来 然后从这里 穿下去 这样就是收头子 这里呢 我们可以多穿一点 它就紧一点 好 然后再下一根 挑一根出来 拉一拉 从这里 反穿回来 好 一整圈的 都把它这样收了 先把里面那层收了 看里面的啊 把手这样放进去 拿一根 挑一根出来 拉一下 反回来 穿下去 好 里面那一层 全部反回来 穿好之后 来收外面这一层 现在就只剩下 外面这一层的头子啊 外面这一层 也是随便一根开始 先转一转 然后这样 往下面反 反的时候呢 这样过来 有三片 我们压一片 挑两片 就是压它最近的那一片 好 压一片 挑两片 这样穿下来 好 下一根 拽一拽啊 这也拽一拽 这样反回来 压一片 挑两片 再下一根 这样反回来 这样反回来 压一片 挑两片 好 这边不穿手的话 可以这边 这样反回来啊 压一片 挑两片 拽一拽 反回来 压一片 挑两片 好 这样一圈的 把它弄好 外面这一层 也全部收好之后 来处理这些头子 这些头子呢 就是继续往下收 收了 藏起来就可以了 看啊 这样子 继续往下穿 往下穿 然后穿到 差多的位置 我们把头子 对着 这个地方 给它不够一点 这样剪掉 然后藏进去 就可以了 这样藏起来 好 下一根 这样 往下穿 这个不好穿呢 把这个头子 一剪刀剪斜一点 然后往下穿 往下穿 好 差不多了 这个位置 给它这样剪掉 如果头子比较长呢 你就多穿一点 收进去 就可以了 好 后面所有的条 都是这样 把头子藏下 往这边斜的 也是一样 看这样子 继续 往下穿 往下穿 到差不多的地方 对齐这个地方 剪掉 头子 藏进去就可以了 头子全部藏好之后 包包就编好了 接下来是 提手 提手需要两只 总的需要 140厘米长度的 八根条 一只用四根 具体编法 四根条 剁在一起 头子流出 20厘米左右 这里呢 用一个夹子夹住 或者一根线 绑起来都可以 绑好之后 把条这样分开 右边两根 左边两根 进行一个 压一挑一 这里挑一根 压一根 然后压一根 挑一根 弄好之后 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之后 我们找最后面的 那根条 看四根 有一个先后顺序 这根是最后面的 把最后面这根条 从下面绕一圈 然后到这边呢 做一个 挑一压一 这样过来 又回来左边了啊 然后 又是找最后面 那一根 是这一根 从下面绕一圈 这边 挑一压一 做一个 然后又回来右边 好 后面的动作 就是重复的 就这样一指尖 编到想要长度即可 这个是原四谷编的编法 最后面那根 从下面绕一圈 从这两根 中间穿过 回来 最下面那 最后面 最后面那一根 从下面绕一圈 从这里 中间穿过 穿过的时候 它就是 挑一压一了 回来 后面那一根 从下面绕一圈 从中间穿过 回来 好 从下面绕一圈 中间穿过 过来 注意把它里顺 拉紧 编出来呢 是这种形状 后面的自己编 编到想要长度 编到想要的长度 就停下来 可以先用一根线 把桃子捆一下 避免散开 这个长度呢 我的是55厘米左右 大家看自己的情况 这个提手呢 一模一样的 编两只 然后把它安装在包包上 先找到想要装的位置 找合适位置 可以数这里的格子 12345 这样针对着上来 我的肩带的正中心 就放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呢 大家可以改变 两边对撑就行了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然后 这个地方 这根我们就这样 团下来 这根 这样团下来 这一片呢 从这里 团下来 这一片 从这里团 团下来之后 拉紧 好 这边的两片 我们给它 仿穿一下 它会更牢固 就这样啊 就这样 仿穿一下 然后下一片 这样挂一下 仿穿回来 这里呢 没办法仿穿 我们就继续往下穿 这片 继续往下 然后往下到这一行的时候 就可以仿穿了 这样 这样挂一下 从这里 穿出来 这样子 挂一下 团下来 不好穿的话 用剪刀把它剪斜 然后是这一片 继续拐往下穿 这里 继续拐 然后这种拐的越多 越牢固 我们就是不断的拐的穿 到最后 把这个头子 藏起来就可以了 再来一次 然后这个头子呢 就藏到这里 拐一下 这个头子就藏到这里 自己把它藏好就行 这边呢 我们继续拐 这个头子就往这里藏下去 或者再拐一行也可以 这个头子就往这里藏下来 就可以了 另外这边 我们依旧是找到对称的位置 还是锁这个格子 找到后 对上来 对上来 一模一样的 这样穿好 然后拐几下 把头子藏起来就可以了 这一穿呢 和这里一模一样 大家自己去做 另外一边 一模一样的做好了 提手全部安装好后 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 就算是完成了 如果觉得这个提手 还不牢固的话 可以用电烙铁打上两个孔 再安装两个锚钉 这是电烙铁 在差不多的地方 打两个孔 打孔的地方 就是提手袋子 延伸下来的地方 打好之后 把锚钉放进去 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自己把它都安装好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个视频 我们再教大家别的东西 那就下个视频再见了